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星期天 一样提醒大家 除了说早上十点 当然有些道场是九点半 各个道场的共修 一样要准备好 身心都要进入状态 准备好参加共修来精进 另一方面 今天也是六月二十号 请各位记得要上 我们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网站 去看 全球佛学会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各位可能你都还没有决定要不要考 但是你起码进去观摩观摩 葡萄牙文是怎么样 日文韩文是怎么样 各种的 英文法文这当然都有 就算好奇 你都应该要上我们世界总会的网站 去看一看 当然我们视听主会把我们世界总会的这个网站 在说明栏里头直接去做连结 方便大家 大家要把这个记下来 以后常常进去看 有好多都是跟我们在 不管是认识佛教 认识佛光会 行菩萨道 在各地的这些 不管是佛光会本身的内容 或者各地参与的这些呈现 真的是很丰富 实在讲我真是感觉 我最近常讲一句话 越来越感受得到 就是这个网路 网路的平台 网路 我差不多讲叫网路道场 这个平台就是一个道场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真的好像是来 就好像是佛教的护法一样的 在帮忙在护法 弘法 所以善用这个平台 好 各位今天看 是不是很可爱的活动 又要开始了 当然我得先说明 今天我介绍的是 我们沃泰华佛光山 这个三好儿童夏令营开始报名了 那么三好儿童夏令营 其实在我们全球各道场 就看各地的举办情况 名称也可能或许稍有不同 时间当然也都各自去决定 今天我所介绍的是属于 沃泰华地区的 所以招生的对象 就是以我们沃泰华地区的家庭 小朋友为主 因为你像多伦多有举办 满地壳也有举办 纽约也有举办 好像北卡也有举办 一直到欧连多佛州等等 我相信我现在讲的还都只是美东 那更不用说我们中部 我们西岸等等 还有其他海外地区 一定都有 所以各位可以 就近 就是你亲近哪一个地区 哪一个道场 你要去了解 这个夏令营小朋友的学习情况如何 好 现在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8月份 8月16到8月27号 这个是跨两周 它上课时间是星期一到五 连续两周 所以一共10天 这次时间很长 应该也讲我们也是经过一年 这个在线上 然后上海儿童班 在云燕老师 还有几位老师带着助教带小朋友 这样所以越来越能 也可以讲更有信心 怎么样在网路上 一样可以把这个教育办好 所以从去年我们第一次试办 那么时间真的是比较短 但短了又很丰富 那家长们都觉得太值得了 那今年呢 就试着就是这两周 连续两周 那时间呢 在一到五 下午呢 一点到三点 这是 就是因为我们招说的小朋友 年龄在四岁到十二岁 那所以他到了三点十五分 也就是前面两小时课程之后 还要加开一段班 这后面这一段班 是为八岁以上的小朋友加开 你可以报名 就是说在这个 你已经报名的里头 特别要再去报这一组 那这一组就是三滴列印 那我每一次讲三滴列印 我就一定要说明一下 因为很多其他地区的家长 听到了 这可不容易啊 不容易学到 那有这样的机会 就会想要报进来 但我还是强调 其实各地区都有 这个儿童的学习 青少年的学习 我都是建议说 你要去亲近 去让小朋友去熟悉 你所在的那一个区的道场 因为随着疫情的这个变化 当然后面两个月 是很值得 就是要去观察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讲我们的这个 沃泰华 这次举办的 这围棋两周的 三好儿童夏令营呢 他还是在线上举行 但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在线上 但是呢 一样可以带动小朋友的学习 兴趣 那一样可以很丰富的 比如说 他这一点到三点 他前半段呢 会是以 这个 不管是中文啊 中华文化啦 会以这个为主 那寓教娱乐 去这个 去轻松学中文 或认识中国文化 然后后半段呢 就会是一般的才艺啊 那个才艺之丰富 我们到现在 还在想的各种 是你比如说 像去年来讲 各位有看到 有画画啦 烹饪 Cooking 小朋友怎么Cooking 那还有要做 种种美劳啊 这些文化艺术创作 这样 那 今年呢 我们还在 讲着 其实还要 再有一些变化 还有另外 我先透露一点点 现在还在谈 就是 因为我们 预备 要开办 儿童合唱团嘛 儿童合唱班 这样 或者儿童音乐班 比如这样子 那么 试着要把这个元素 要放到儿童夏令营 所以他除了 这个 一个简易 儿童版的Cooking 这个是一定有的啦 那我们的 这种音乐啊 体育啊 艺术啊 包含我们还有一样资源 就是 童子军 这童军团 这小童军 他要怎么样学习 这个 因为童军的 他本来都是以户外教学为主啦 那我们在线上 那怎么样去 把他 就是把这个元素 把他安排进来 所以是很多元的喔 不会说 让小朋友一直盯着电脑 这是很辛苦 所以有的 可能有一些 家长听的会就是说 好不容易放暑假 不要再盯着电脑 但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喔 就是 他不是一直盯着电脑 只是老师是通过 这个网络的荧幕 然后带动他在当 就是说他在家里头 或者他在哪里 然后是怎么样去 很灵活的互动的这种学习 所以小朋友们非常喜欢 我听到有一位家长 在去年我们结束后 他就表示很 很抱歉 他说 他以为说 他的这个家里头小朋友 已经上课 上课上得很累了 不要增加他的负担了 所以就没有让他报名 然后他看到另外一位 家长的小朋友呢 哇 很多就是 很大的进步 而且开发他的自信 他的潜能 他的兴趣 多方面这样开发 所以这位师姐就说 他觉得 他跟我说抱歉 我也觉得 为什么会跟我抱歉呢 没有 你没有什么亏欠啊 这样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对小朋友抱歉 因为他失去了一个 学习的 也不是 就这么一次 他lost掉 那每一次的机缘 多么珍贵呢 我希望今年不要再错失了 好 那么 那有的家长会说 会不会要他去补习数学啊 补习什么什么 他的学习你都可以规划 那基本上呢 你不要 就是家长不要以为说 哎 又是网课 增加负担 No 不是的 他在这里 不但没有负担 而且可以帮你减轻负担 虽然很多时候 你是要陪着的 好 但是 同时你都开心 一个人开心 一个人快乐 对学习产生兴趣 对于跟人的互动交流 保持高度的热忱 这一些 可是一般网课学不到的 我是很希望说 通过我们的这个 三好儿童 这个暑期的夏令营啊 就是 你不要把它当成 又是课程 基本上我不把它当成课程 我觉得是 好像那个 那个加油站啊 能源补给站啊 大人都要加油了 帮小朋友 也加加他的营养 好 这个是原则上 刚刚提到时间啊 那年龄 当然是要分班 其实四岁到十二岁 老师们应该是会把它 分成三班 那但每一班都是小班制 所以可能 我只能讲报名从数 其实今天已经不是 我们海报贴出来的第一天 那在我们的这个 分会的群组里头啊 才一贴哦 我们就觉得很很大的鼓舞啊 就是这是我听 知印法师讲 他说哦 刚刚才挂到网站上 马上就一个家长 哦 马上报名 那个回来的速度好快啊 我想应该是期待了一整年了吧 真的我们大人快乐的学佛 也请给小朋友一个快乐学习的空间 好 时间也讲了 当然这次是有收费哦 因为请老师啊 还有包含要列印作品啊 这样啊 那但老师们也谈到一点 就是说 这家里头呢 一个小朋友 是怎么样的费用 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小朋友 三个小朋友 那家长很有负担哦 那这中间 有两个小朋友 然后他有什么优惠啊 就要减轻父母的负担啊 大概会有这些考量 所以可以 如果你说你家里两个小朋友都要参加 你可以询问一下 是会希望是鼓励大家的 好 我看到这里写 报名日期 他没有写报名截止日期 他写的是 即日起 而满为止 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喊停 看我们大人 北美佛光联谊会 本来讲四月十五要截止 结果三月十五就截止了 因为额满了 已经破千人了 这样 那是大人的这个学习 我们小朋友啊 十二名 我觉得应该 应该不要限定十二名 因为我们给他分班 分多几班嘛 现在我们至少 我们知道按年龄来说 我会建议要分三班 所以人数应该可以再多一点 这个 但总之老师 他衡量每一个班几个人 额满为止 这个就要留意这一点了 好 那么 我想 我说这张可爱的海报 那旁边资讯呢 这里 当然我们会把资料在海报啊 这些详细的内容 在连结栏里头 说明栏里头了 也会有这个连结 可以仔细去看 那你要询问的话 那你要询问的话 这里头有网站 有email 有这个联络电话 那联络电话直接 这里写的 Lidia 师姐呢 Lidia其实就是我们的 云燕老师 就是我们社交组的主任 他亲自电话来回复你 应该就是最详尽的了 所以欢迎电话联络 查询 这个是今天呢 在这个一早啊 共修前 先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 赶快查询 那其实我也想 下回 我在准备一下 纽约 这个夏令营 中文学校的这个招生等等 我在另外 请他们准备一下 我觉得应该也要在 我们的节目里头呢 跟大家做一个 推广 也是一个 这个 怎么讲 让各位知道 佛光山很重视儿童教育 或者我们哪一个道场 如果你希望 在早安佛光帮您 推广一下 麻烦 我们到场了 把资讯寄过来 我们非常的乐意 那 有的时候啊 跟大家 讲讲佛学 有的时候 讲讲 现在大家关注的话题 那有这一些 它有时间性 我都觉得 哎呀 要赶快提醒 像有一些讲座 我先 快速讲一下 其实这个星期六日 6月26日 就这个星期六了 Lancaster教授的 英文的讲座 就北美云南极讲坛 6月27 这个也 这两位都是重量级的 讲老教授嘛 了不起的人 6月27 是高西军教授 当然他邀请了他的几位高阶的主管 一起 有一场 有关大师的一场论坛 他谈幸运大师的光辉 后面如果来得及 我再跟大家做一点 这个补充的说明 时间关系了 今天我们就以三号儿童夏令营的讯息 先跟大家提醒 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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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